我們看一個更嚴肅的 在游泳的這個項目 聽說有一隻黑手 深進了選手的領選 我要攻擊的一種簡單 今天全大運的游泳冠軍你不挑 你去挑兩個高中生 這個我們就看不懂了 對啊 那這一次的這個世大運 8月19號要開始 那在這時候 很多項目的一些國手名單 紛紛都出爐了 那獨獨在游泳這次的名單的話 名單很奇怪 為什麼一公佈裡面 居然少了誰 台大永厚丁妹 叫丁勝佑 為什麼 因為他是今年全大運 50公尺碟式的冠軍居然沒有他 所以讓大家覺得 根本就跌破眼鏡了 我要挑 當然是挑全台灣 最會游泳的大學生來比才對 他一定有 對 他沒有 所以他很生氣 所以在他的YouTube上面 跟臉書那影片播放 跟大家說明說他這次為什麼沒有 他痛逼這次簡直是怎麼樣 黑箱作業 為什麼他說 他說這次的參賽標準 比奧運還要難 為什麼 他這次所謂的一個標準 真正入選的只有一個人 跟一組接力的團隊 換句話說之後 如果說按照這個標準的話 只有五個人可以去比賽 其他人都不要比了 所以他說 真的是標準比奧運還要難 而且最特別是什麼 這次的選手名單 剛剛不是講很難的嗎 但是選手名單裡面 居然出現一些高中生可以入選 這個問題太奇怪了 今天我就跟你講 世界大專大學運動會 你挑高中生做什麼 對 那高中生為什麼可以去 去參加比賽呢 他就很紛紛不平 他就說 所以他說這次根本沒有 毫無規則跟根據可言 為什麼 他舉了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這次入選的其中兩個高中生 有一個高中生 是某個高中的游泳教練的 好朋友的朋友的兒子 所以才入選這次比賽 那另外一個B高中生 他是這次國家隊 游泳隊教練的好朋友的兒子 所以他才入選了這一次的比賽 所以他覺得說 很多的大學生都游得比他們還要快 他們憑什麼可以入選呢 好 講到這個地方 大家稱呼一個很簡單的動力 今天我如果沒有跟教練 沒有跟相關的核心人物 有一些攀親戴顧的關係 要嘛朋友的朋友 要嘛是朋友的兒子 朋友的女兒 你休想要進入 更何況你是高中生 等一下我們也聽聽看 這些教練團主辦單位 怎麼來回應 所以針對這樣的情況 他真的很生氣 他說真的是泳協 真的永遠都是黑箱作業 他們有權利去選什麼 選訓自己跟選訓委員 或是協會裡面 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根本就不公布自己的一個領選規則 所以讓台灣的選手 永遠處在不確定 或是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因為他知道自己落選 也是在前幾天公布名單 他才知道他的落選 所以他之前 大家問他說 你有沒有參加這個 是大院什麼 他也完全都不知道 所以他才會痛批 根本就是黑箱作業 我再講一個 今天一個台大的永厚丁妹 他在這個體壇 應該是小有名氣的 他一定的地位 他的實力等一下你帶我們看進去 問題是他講出這麼辛辣的黑幕 他說台灣體壇超黑 看起來他在台灣體壇那些 教練的眼中 臨選委員的眼中 他大概整個黑掉了 在他講出這個之後 他肯定黑掉了 對 所以說他在今年3月 開始陸陸續 踢包一些體壇黑幕之後 他現在也很感嘆 他說有一些高中生入選 那他沒有入選 是因為什麼 他沒有一個有力的教練 或是一個有力的關係人 去遊說那些圈內裡面 哪些才知道是誰 哪些才知道有力的那些領選人士 他沒有這個能力去遊說那些人 所以他想他是不是因為 透過這些領選或關係人的協會們 不是他們喜歡的人 因此被踢出名單之外 今天丁妹他今天出來爆這些料 有沒有力量 我先看看你有多少實力 如果你是一個路人甲 親在化化的人 那是沒有力量的 但是今天 如果你是話自有個人當地 游泳游到全台灣大學女生 你最快 你講話就有力量了 對 那我們去重申 他是這一次今年的一個 全大運的 碟式50公尺的金牌得主 那真是永厚 他真的是永厚 那譬如說 可是面對這樣的 剛剛質疑的情況 世大運游泳隊的總教練 李登峰 李成峰他也出來說了 他說他們七位 世大運的女子游泳中 只有廖曼文200的蛙式 達到培訓的標準 丁森佑雖然是50碟 全大運的金牌 我剛剛講了 但是他100碟 100公尺的碟式 輸給另外一位黃選手 所以綜合評比之下 他是淪為遺珠 這個是總教練講的話 那另外根據這個大專題總 秘書長曾群玉他說 高中生 我們剛剛不是講 有高中生參加嗎 高中生是高三生 是已經經過不同管道 已經提前寄到大學 身分上面沒有例 簡單來講 這些高中生 已經有大學可以念了 或是透過那些推薦管道 都已經進入到大學 所以接下來的話 應該是身分上沒有疑慮 所以我從後面講回去 今天高中生與否 在於你比賽的時候 你的身分是什麼 那說穿了 以後我都去找高三 最會游的 一起納進來 為什麼 台灣現在的大學錄取率 動輒八九十 你要沒學校念很難 也就是說 真正的世大運的時候 那些高三生 都已經變大一的準新鮮人了 這個東西是概無一意了 問題是 今天50碟的金牌 你不挑他 你去挑一個100碟的金牌 好啦 我們就來看看 你挑進來的人 去比哪一項呢 比50碟還比100碟呢 對 所以說這樣的一個標準 這是總教練講的標準 但是我們一般人 所有人的認知講說 那你50碟的冠軍 那就比50碟 100碟冠軍 就比100碟 對不對 但是台大教授葉秉承 他出來踢爆 根本不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他說我們台灣人 你願意這樣被爽嗎 因為丁勝佑 在今年的100公尺 全大運100公尺的碟式 是排名第二名 是 他輸給了第一名的一個黃同學 所以主辦台灣沒講錯 對啊 沒講錯 但是這黃同學 是100公尺的第一名 對不對 那趙德宇是不是要講 去比100公尺碟式的比賽 對不對 你選了他 當然要是去比100碟 不是 他是選什麼 黃這個第一名的選手 去參加世大運的50公尺的碟式 那他所拿到冠軍的這個 100公尺碟式的選手 從缺 好 這個第一個莫名其妙了 你找一個100碟的人 100碟的冠軍去比50碟 那我回過頭來 我應該挑全大運50碟 最會游的去比 是大運的50碟才對 對啊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這兩個人我看是死對頭了 在50碟的時候 誰游得快 50碟的時候呢 當然是丁勝佑游得快 50碟 黃美倩 他只游第二名 所以這怎麼能說服人呢 所以說在第二名 去比這個真正比賽 第一名的一個入選 所以這樣的一個結果的話 讓這個葉秉成 葉教授 非常非常不滿意 那難道這個丁妹 真的是因為揭開體壇M 而是用因為這樣 原因被做掉的嗎 所以說你這樣子 完全不合理一個調度的話 現在充滿疑雲衝衝 現在不管體育署 或是整個游泳隊 都要接受調查 展現精美的球技 給我們的父老 兄親 大家來看 希望能拿下金牌 他們這麼在意 你也不要去怪罪這個丁妹 他跟你計較說 為什麼我不能參賽了 我覺得在台灣的主場 這個比賽的時候 在台灣的運動選手 一定都想盡辦法 像剛才俊相提到的戴姿營 他現在是世界羽球的球後 現在有這個世界錦標賽要舉行 但是他說我為了要希望把這個 這一面羽球金牌留在台灣 我寧可參加台灣的四大運 我也不去參加世界的錦標賽 世界錦標賽是雨潭裡面 異位最崇高的 對 所以你看他捨棄這麼多 但是我們一方面要講說 選手跟這個 選手這麼認真的打拚的時候 我們政府到底做了什麼東西 我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以售票來看好了 我們要四大運 應該在8月要舉行 現在的這些相關的票價 都出爐了 但是現在議員就發現到說 我們好像是賠錢 在經營這個四大運 譬如說四大運 市府淤機 四大運的總票房 就是開幕的總票房 開閉幕大概6730萬 但是議員發現到說 有沒有搞錯 你票房預估是6730萬 但是你花了3000萬去委託 這些廠商來售票 如果你看 如果你萬一開閉幕 遇到下大雨的時候 你要退票 退票的時候變成怎樣 搞不好你開閉幕 全部都是賠錢在做 另外我們看到 目前其實依照目前的狀況來說 開閉幕的儀式 還有部分的競賽門票 目前銷售狀況真的不理想 只有一成多 我們就問到說 柯P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柯P就說沒有錯 目前我們的四大運 的確有可能會是賠錢 他說因為我們四大運的 這個票價的定價方式 是用最低的票價 為了鼓勵讓大家 能夠進場來看這個票價 所以我們看到說 開幕的話是800塊 閉幕的話是500塊 他說算出來會虧多少 其實他也不虧了 所以我講一個公道話 今天你看奧運 你看上一個城市在韓國 光州的這個四大運 向來靠賽事的票房 沒人在賺錢 這很困難 這個不像說 我電影票房 我完完全全 我就是靠票房 你總不會說電影票房說 電影票房沒賺錢 我靠賣爆米花 那是不可能 這是兩碼子事 是 沒錯 事實上這個 為什麼我們要舉辦四大運 很重要的原因 其實是要讓台北 讓世界能夠看到 最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在於說 到底有多少人 會來台灣看這個四大運 能夠為台灣帶來多少的 觀光商機 這才是台北市 舉辦四大運的最初衷 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說 到底世界有沒有辦法 看到台灣 我們以目前海外賣票的狀況 截到6月底的時候 海外的售票只有賣出 1138張 美國佔了730張 香港190張 其餘國家都沒有破綁 我們知道說3月的時候 柯P那時候不是走了一趟 東南亞嗎 去東南亞各國行銷這個四大運嗎 跑了一趟也花那麼多錢之後 我們看到這個效益到底怎麼樣 目前在東南亞的菲律賣出13張 新加坡八張 泰國一張 其他都幾乎沒有賣出去 票房非常的慘淡 我們不是勒衰台灣的光榮的機會 我們去辦這個比賽 辦賽事讓全世界看到 但是票房慘淡用這個數字是看得到的 我們不然的怕算是說 沒有關係 我賣一張賠兩張 我也賣給你 只要你來 你有住宿 你有吃 你有在這裡消費 我要賺的是周邊 可是問題是13張 8張 1張 不好看 對 沒錯 好 現在賣票當然不好的話 你還有這個 所謂的亡羊補牢的機會 是什麼意思 很多人都會 很多這個 包括說這個所謂的選手 教練團 還有國家的人員都會來台灣 來台灣的話 他們也會去其他場館互相看 這個議員就說 你有沒有相關的行銷方式 你有沒有怎麼整合的配套 譬如說他們有沒有優惠的狀況 結果沒想到現在市府的說 沒有 還在計畫子中 你可以看到 來比賽的這個隊伍有多麼龐大 那一些也可以是我們的消費來源 所以很顯然 在售票或是在整個 很多狀況裡面的話 我們目前的政府是沒有準備好 除了我們剛才講到的 售票的問題的話 我們再來看 現在其實對於選手 對於很多主辦單位來說 更頭痛的是什麼 是什麼 場館的這個問題 到處一個月還搞不定嗎 對 我們給大家舉兩個場館 一個是台北的網球中心 一個是和平的籃球館 台北的網球中心的話 可能就有很多問題 譬如說我們知道 這兩個場館 大家都是花了大概19億到 19億7千萬到19億5千萬左右 花了這個建設出來的場館 但是目前被人家提爆問題多多 有什麼問題嗎 第一個例子 像台北的網球中心 事實上國內的網球 網球界都一直很期待 有一個國家的網球中心 因為過去我們要舉辦 所謂室內的比賽的話 只能夠遺失到小巨蛋 沒有一個標準化的球場 大家都希望說 台北的網球中心建立之後 有一個我們全世界能夠主辦 這個標準比賽中 像樣的地方 就沒想到 就像你知道嗎 當初完工的時候 那時候柯斯坦還特別找了 蔡英文總統去那邊看說 你看我們國家的網球中心 終於成立了 可是你知道嗎 坐在上面 他們在那邊看場館的時候 大家都嚇了一跳 為什麼坐在那邊2秒鐘之後 大家都大顆冬 四顆冬 因為太過悶熱 想到那個球場很悶熱 而且還出現什麼 到處漏水 粉成很多的這個狀況 所以今天你悶熱 我想一下比較直接的 冷氣就開比較強的 問題是沒有冷氣可以開 因為這是變成是 原本 就像你知道 原本這2013年的時候 這設計原本是要花33億 那33億是個活動式的室內 也就是說它可以打開 屋頂可以打開 變成室外 然後合起來變成室內 像那個巨蛋 它是可以屋頂開關的 沒有錯 但是因為這個預算 被從33億砍到19億 砍完之後 這個原本的開放式的屋頂 就不見了 所以變成是說 只能夠在室外舉行比賽 所以在這個主場館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熱的 不但被這個屋頂被砍掉之外 你看席次 原本這是1萬人可以做的席次 但是現在變成是 大概只有4000人 可以做的這個席次 那你想說 好啦 你預算砍的話 至少你還是要有 像樣的工程品質出現 但是你看 我們剛才講到漏水的這個狀況 就像我們給大家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你看 這個網球場館裡面 居然出現漏水的這個情形 這個視角其實就是在這裡面的 一個視角看出去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畫面 沒錯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畫面 主要就是說他們在舉行 這個練習賽的時候 外面在下雨 他們想說 那我們就把它移居到 移屍到裡面有幾個 這個小型的室內場館 就移屍進來之後 就這樣 原本就是怕說外面下雨 結果沒想到外面下大雨 裡面在下小雨 我裡面也在滴 你看 他們這網球選手那邊打的時候 拜託 他們在那邊跑來跑去 萬一被這個水半倒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滑倒怎麼辦 再一個月要比賽了 對啊 那所以你這個場館 很顯然已經是不合格的狀況 除了這個網球場本身在漏水之外 一遠去其他周邊看一看 去這個所謂樓梯間看 拜託 樓梯間都在下大雨 甚至你看 這個是他們的停車場的這個部分 裡面都漏後 漏到淹水 淹成這樣 你說好了 你說預算從33億砍到19億 但是也不應該是這樣的工程品質 所以這場 大家看清楚 看清楚 那個不是汗滴河下土 這個不是球員的汗 那個是裡面在漏雨水 這個是非常危險的一個狀況 那好 除了這個網球的中心之外 另外一個場館 現在大家也非常擔心 這就是和平籃球館 我們到和平籃球館 也是畫了這個19.7億 蓋出來一個籃球館 這一座場館 我們談的N變了 現在倒數一個月 他怎麼漏水 該改的沒改嗎 他有一些改善 但是目前還是被人家選手 陷加這個老爛的一個狀況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我們看 籃球場最重要就是地板 地板的話 你看一定就是要鋪得很平整 尤其是木板跟木板之間的話 你那個縫隙一定要非常非常緊密 要不然的話你打球 萬一是運球運球 運到這個地方 可能會改變他的方向 甚至說你在籃球那邊爭奪的時候 可能互相 萬一你踩到那個地方 一個微小的變化的時候 可能都會讓這個所謂的選手 陷入這個危急的狀況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你看 這很顯然 已經這個縫隙太大了 你看 塞得下信用卡 導播給我們看一下 這一張照片 你說這一張照片 就是這個場館鋪的 這個搭建的地板 我們家的地板 都不容許有這麼大的縫隙 沒錯 更何況是這個選手 在那邊跑動的這個狀況 你看 你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這個縫隙實在是大得有點誇張 我們再照遠一點的看 你看 這上面是很平整 但下面的部分實在歪勾其錯 大家都認為說 這不是一個標準化的球場 所以你看 他那個香 這麼多香 今天我一個鋪接救球的話 我的腿 我的膝蓋 不就跟那個削蘋果皮一樣 沒錯 你看 為什麼 這個如果鋪了不平整的時候 你用久了之後 這上面是一層木板的皮 它可能會被人家掀起來 掀起來的時候你看 這個我們知道 瓊十倍中華隊的隊員 周一翔還在說什麼 這個地板整個 都是有點凸起來的時候 如果我們要去鋪球 救球的時候 拜託 我叫我救到球的同時 我可能搞不好腳 就被削去了一片 這個場館怎麼可以用 可是比賽還是在搏命 對 所以這個地板不平整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另外還有第二個問題 什麼問題 我們知道說其實 我們都看過NBA的比賽 NBA比賽的話 它的燈光是那種垂直的燈光 就是從上面往下照的燈光 從上面往下照的燈光 是因為避免說你在運球 或是在看這個場館的時候 你避免被視線干擾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我們這個燈光的視角 顯然有一些問題 我們都是從兩邊這樣照過來 從兩邊照過來的時候 就像你自己想看 我們在運球的時候 這樣看的時候 結果那個燈光是直直 打到你的眼睛 這樣的話等於是傷害了 這個運動員的這個 他們在運球的時候 覺得說這個整個視線 整個視角 完全是不對 好 聽到這個地方 小元平時有在打球 對這個燈光 今天開會他反應最激烈的 你告訴我們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 一個嚴重程度 好 那我們簡單來講 我們打球的時候 通常我們第一個動作什麼 運球 運球你往前看 就像剛剛施雄哥講的 就是你往前看的時候 如果你前面有一個白色的燈 你是看不到任何東西的 你就想像自己的燈 在你眼前這樣子打那種感覺 你開車遇到遠光燈那個 你就氣死 你根本看不到路 然後第二個 我們在搶籃板 我們不可能是直直往上搶 我們是側邊 這樣子側邊這樣搶籃板 看對面的情況 你對面有個燈 就直直打得你 你怎麼會看得到球 所以你根本 你燈光完全不對的情況之下 你根本連球 不要說連投籃 你連球都可能都運不好 所以施雄阿滴是很嚴重 對啊 所以這個 我們看中華隊的總教練 周俊生就說 現在有些燈光 還有一些包括地板上的維護 還有一些周邊的防護措施 他都說認為還不足夠 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還仔細去看 因為對這些休息院 對這些運動員來說 休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沒想要去休息室裡面看 人家就說 這真的是個國際場館的規格嗎 裡面只有八個置物箱 那廁所還是男女共用的這個廁所 而且男生廁所裡面 還沒有小便斗 他想說 這種場館 你要讓這些外國選手 來這邊打籃球 這樣的話 不是多好下我們的臉書嗎 台灣的光榮不要變成笑話了 今天我們看到周俊三教練 他說的是保守 真實的情況是什麼 我們今天為大家邀請到的是 台北市議員 顏若芳 顏議員歡迎你來 議員也實際來到這個地方場刊 議員來跟我們說說看 我的資料告訴我 最近一次是6月9號的場刊 已經找到了很多問題了 現在你6月9號又過那麼多天了 再去看您看到什麼 因為那天我們去的時候 他是說他們請了那家公司的 專業二十幾年的技師 我們就看到他現場就是這樣子 拿著一個很重的一個這樣 現場一塊一塊的敲敲打打 這樣用看的用趴在那邊 一整天花兩天的時間 但是我們知道說高低有可能 可以把它打下去一點 因為我們都知道 木頭它可能有些延伸 它可以打下去 有彈性的 彈性的 但是我不曉得說 這樣子一個縫隙 它到底要怎麼樣把它 能夠把它拼湊 因為當然我們的工程局 就講說 木頭它是有彈性 所以我們要因應熱脹忍縮 所以要留一些縫隙 你也留太寬的縫了吧 但我是想說這麼大一個縫 我們是溫差可能 日夜溫差還是每天的溫差 可能超過四五十度 六七十度 所以導致它可能熱脹忍縮 會這麼大一個縫 我不曉得 因為我們那天現場問 他就說這個專業 其實它能夠解決這樣的問題 因為它已經二三十年了 而且它也是NBA御用的一個技師 所以我就想說 這樣子這麼大一個縫隙 兩張信用卡拆下去都綽綽有餘 其實這個地板還有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在打球 這個地板一定是百分之百密封 因為你在跑步在運球的時候 你要扎實 那球才彈得起來 你知道嗎 你當下面是空心的時候 彈歪掉了 那個球會彈不起來 你跑步的時候 也會採用空心的感覺 所以這個反過來看 它也是一個很危險的一個設施 議員進一步來跟我們講 其實你看了好多個場館 不只有這個和平籃球場 這一次的世大運 我們一直在cue大家 就是倒數一個月 你還看到了什麼樣的 這個期待需要改善的問題 這是他後面的一個球員 我們剛剛講的廁所 其實他們從上一次發現問題的時候 更改了一個地方 就是門檻 上面的那個門檻 本來是200公分 老外都門高馬大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籃球隊員隨便都190幾 甚至200 200出 所以他只蓋了200 所以那時候 剛剛 依我們一般人 我才160而已 你不要說難 你說這個記者 一個差不多 他都要撞到頭了 我們都知道籃球員 其實都200公分 那蓮蓬頭 因為蓮蓬頭我沒拍到 那時候縣長就問他 蓮蓬頭他就放一般 我可以用的高度 就這樣子 所以他說沒關係 我們的球員 可以自己拿下來 這樣子衝 一手衝 我說你這樣高度不對 因為我們知道洗頭 都要兩手 但他就說那你就 我就說你的籃球員 他就整個這樣 應該是半彎腰 他說他可以拿下來這樣衝身體 那沒關係 我說這也太不體貼 你就在上面再多加一個 讓他們自己調整高度 他們就不要 他們就說 我們再想一下 好 所以謝謝議員 今天特別的當地 就看進了這個 和平籃球場這麼細節 這些都是最重要的 開玩笑 你要把泣江泰國 你可以拿來 我記得 吃的話 你應該要把泣江泰國 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做著 說不,我們要做 我們當然要做 by bwd6